小便有泡未必是熱氣的 小便有泡未必是熱氣的 如果尿液入有過多的蛋白質 都可能會持續出現泡泡 亦都是我們所說的蛋白尿 今天很開心請到神科專科 譚俊希醫生跟我們說說 譚醫生你好 你好 首先想問一下醫生 其實什麼是蛋白尿呢 大概幾多歲開始 就有機會出現蛋白尿這個情況 正常小便裏面就不應該有蛋白的 原來腎裏面造療的系統 我們叫腎小球 就好像一個個過濾網一樣 本來那些網的洞是比較密一點 正常蛋白是跌不到過去的 但是當它出現一些情況 譬如說老花或者一些發炎的時候 那些網就有機會有些破損 或者有些疏孔 就會導致了蛋白跌到出來 所以嚴格來說蛋白尿其實是反映著 腎背後有些狀況 可能是腎炎 可能是老化 可能是慢性病 總之是有些損傷 所以我們是不可以忽視這件事要處理的 至於你說幾多歲就會開始有蛋白尿 當然如果你一直都 腎都很健康 你可以去到 去到 100歲 80歲 它都未必一定有的 但是如果你譬如說有些慢性病的話 它就會有機會隨著出現 所以有些人可以很小 小朋友可以有蛋白尿 也有些如果是慢性病起的 可能就是 四五十歲 五六十歲 會出現都不期 那如果你剛才提過 那個慢性腎病 其實如果由蛋白尿 一路演變成為慢性腎病 其實大概 過程要多久 很多人的重點會有些錯誤 就是我蛋白尿 有些什麼影響呢 有些人就以為自己流失了蛋白 影響了不夠蛋白質 不夠營養 補回蛋白 其實這個重點錯了 我們擔心蛋白尿的原因 不是怕你流失蛋白 而是當你的腎有些蛋白流出來的時候 其實反映腎有些問題 你不處理它的話 腎的老化速度就會加快 正常人都會隨著年紀老化 你的腎功能會碎退 這個是當然沒有人可以逆轉的 當然是 但是隨著你的蛋白尿越多的話 你的腎功能老化的速度就會越快 所以我們控制蛋白尿 其實就是保護腎功能 當然不存在說 我究竟蛋白尿多久就會有慢性腎病 嚴格來說 如果你持續有蛋白尿的話 在定義上就已經屬於有慢性腎病 其實如果說慢性腎病 有沒有一個年輕化的趨勢 那我要視乎那個慢性腎病的病因 通常分出兩個主流的病因 第一個就是 真是一些免疫系統的病 譬如我們叫腎小球炎 那這個就本身無論是什麼年紀 都有機會發生 小朋友會 青少年會 二三十歲會 七八十歲會 這個其實就沒有任何 即是年年輕化這件事情 可以分類得到 但是其他 即是另一邊主流的原因是 因為慢性病 譬如說糖尿病 血壓高 原來這兩個都是很重要很重要 導致腎衰竭 慢性腎病的病因 那這兩樣東西是有年輕化的趨勢 所以也都導致到 慢性腎病其實都是年輕化了 其實你剛才提到 可能糖尿病 這樣都可能會導致腎病 其實如果本身是三高 其實它有什麼方法可以預防 和蛋白療或者它制止 即是停止這個腎功能繼續變差 嗯 那我們先給回一點數據 那以慢性腎病 如果以香港的數據 去到要洗腎的病人為例 即是我們叫抹其腎衰竭 其實有五成是因為糖尿病 兩成是因為血壓高 那加起來已經是七成了 為數都不少了 所以你可以預期 如果你是本身已經是有三個 有糖尿病有血壓高的病人 其實最基本也都很合情合理 就是我控制好血糖 控制好血壓 那本身就已經可以延緩到 那個腎病 無論蛋白療或者慢性腎病 就是發展的那個時間 那飲食上面是少一些濃味道的東西 那控制血糖、血壓 還有呢 如果你已經出現蛋白療的話 我們就早一點要去處理去控制它 原來我們控制好蛋白療的話 就有效地可以 阻慢到腎老化的速度 這個是這幾十年的醫療的 研究和資料已經證實了 如果我真的出現了一些蛋白療的情況 那其實譬如我去到醫院 我應該做些什麼檢查 就是去確診這個慢性腎病 那當然啦 我們平常我們想看腎的狀況的話 那我們驗小便 驗小便就看蛋白療 看血療 有些很基本 例如你Body Check 現在都會有一些驗小便的檢查 通常那些就比較入門一點 我們通常真的會驗小便的蛋白的比率 那就可以排除了你飲水多少對小便的影響 這個是我們用來評估蛋白料的 另外如果小便裡面有血尿的話 也都其實某程度上反映你的腎可能有些問題 另外就是驗血看腎功能 說到尾其實我們關注蛋白料關注血料 其實很大程度就是想保護腎 所以腎功能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有時候如果情況需要 我們可能會照超聲波 看看腎臟有沒有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超聲波、驗血、驗尿 這就是我們最基本用來檢查腎臟的工具 其實在講慢性腎病 其實它有什麼特別的症狀呢? 很多時候慢性腎病其實是沒有明顯症狀的 所以我久不久就會有些病人 可能真的去到很後期 去到腎功能剩下1成、2成 才因為其他的原因發現 所以你可以預期得到 很多時候未必有症狀 有時候有些病人就是糖尿病 血壓高 接著就發現腎差了 有些人就是小便有泡 發現有蛋白要跟著發現 再有些人真的去到很後期 真的剛才我說腎功能剩下1、2成的時候 可能譬如說出現水腫 或者其他腎衰竭的症狀才會出現 但這些就通常很後期的了 如果你說它沒有什麼症狀 要發現它其實應該是定期做一些檢查 其實幾多歲開始 或者有沒有什麼高危的族群 需要真的定期做檢查 其實如果你說正常 普通的身體檢查 我們其實都建議你30多歲左右 其實都值得做的 很多時候就是你做一些很基本的 發現有問題 我們就進一步再檢查下去 所以如果你說普通身體檢查 我想30歲開外 特別如果現在所有疾病都有年輕化 都合成合理的 如果你說有什麼高危族群 你本身如果已經知道有糖尿病 已經知道有血壓高 或者肥胖 這些的話你就可能真的早一點要檢查 或者你有一些家族遺傳史 有糖尿病、腎病 血壓高可能都值得早一點做檢查 其實如果真的發現了有萬星腎病 其實怎樣可以減慢到它的惡化情況 有幾個層面 剛才其實都有提過一下 飲食上面我們要注意 如果我們已經知道是萬星腎病的話 通常飲食上面就以低臘 就是鹽份低為主 包含了譬如鹹的東西 加工醃製的食物 這些比較少 第二個就是 這個要視乎個別情況 很多時候我們會建議病人 有低蛋白飲食 低蛋白原來可以減低腎的負荷 會減到蛋白尿 減到腎的代謝物 會有對腎 減慢腎的衰退有幫助 但是這個就很因人而異 譬如有些病人可能真的很大年紀 本身他八九十歲 可能都偏瘦的 營養不良的 我們這些就真的要取個平衡 就是究竟是不是真的要低蛋白呢 這兩樣是最基本我們飲食主義的 另外第二部分就是控制好 剛才說的最常見的病人 血糖 血壓 和蛋白尿 最後一樣就是 我們盡量避免服用一些 中西的腎藥 因為很多腎藥都會對腎有些影響 增加負荷 另外要提一提的就是很多病人來找我的時候 可能會上網看看腎病的飲食資料 很多時候是不準確的 因為很多時候網上告訴你 飲食要注意的東西 通常都是說病人是抹期腎病 或者腎功能剩下好差的 所以他們會提到什麼低格 低論 這些 但是這些情況就不是每個病人食用的 所以這些最好都是看了自己的情況 然後跟你的醫生查詢 其實如果早些發現了 及早治療可不可以減低 最後要洗腎 或者其實要換腎的風險 當然 剛才說的很多時候的病因 譬如糖尿病 血壓膏那些 其實都是可以控制的 另外 蛋白尿也有些藥物是可以控制的 如果我們早些發現 控制好血糖 血壓 蛋白尿這些主因的話 其實是可以減慢腎化的速度 如果一些健身的人 即現在都很流行健身 他們吃很多蛋白粉 或者飲很多補充蛋白質的東西 那麼吸收這麼大量的蛋白質 會不會引起一些腎臟的問題 這個問得很好 其實都是我近年經常遇到的問題 都會有一些病人 因為健身很普及 有時候會吃蛋白粉 其實蛋白質高的話 是會增加腎液負荷的 那麼如果你本身 腎是沒有任何已存在的問題的話 都還可以 但是如果真的已經 已知有些譬如說 蛋白尿 或者一些早期的慢性腎病的話 你吃高蛋白的東西 就一定是對腎有些損傷 和增加負荷 所以這個真的要衡量那個情況 而且如果你特別要吃高蛋白的餐單的話 你都是定時可能要檢驗身體 就是看腎臟、蛋白尿那些 不要覺得年紀大 才可能會有腎臟問題 其實30歲以上的人士 都應該定期去做腎功能檢查 我們今集到這裡 謝謝譚醫生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